大家好 我是小林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 披露还有暴露出来 人们发现了发现了什么 就是这个事业潮 这个内卷衰退 那不是空穴来风 不是一个主观感受 不是一个推测 之前我们根据政府的一些行为动作 他竖起个尾巴 我们就知道他干嘛 这种直觉判断 还有根据各种市场的动态 做股价的走势 做出一个判断 他的毕竟是个判断 但现在随着这个实锤的证据出来 那真是很差 非常差 就去年起码就地产领域 一百万 一百万人丢了饭碗 而且这个大危机 那这是刚刚开始 今年六七月份 六七月份 一千多万 那一千多万 来了一家进去 那最黑暗 最危险的时刻 还要到了一千多万毕业生 哎呀 麻烦了 我们先来看看最新的数据 实锤证据 贝壳 鼎鼎大名的国内 这个什么 地产中介 贝壳 公布了最新的 2022年度 爆表啊 贝壳地产 啊 2022年营业收入 大幅下降 下降了多少 百分之二十四点九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没有了 全中国最大的地产中介 一下子砍掉四分之一 相当于没了两百个亿啊 原因是2022年 市场情绪低迷啊 疫情反复扰动啊 这个公司营运啊 里面啊 他提到一个什么 营业员的数据啊 说出来啊 保证大家吓尿啊 你看这个贝壳啊 呃 2022年 二手房啊 你看二手房成交 下降百分之二十四点五啊 新房跌得更厉害啊 一手房不好卖 为什么 一手房现在大家怕了 怕什么 怕爆雷 而且很多民间的东西 那 虽然有的品牌 他没有爆雷 比如万科 但是最近两年啊 我很多这个广东的小伙伴呢 告诉我啊 很多万科交付的房地产都出问题 以前哪里有什么艳房师啊 最近两年啊很流行艳房嘛 啊 那就是什么 很多交付有问题 交付呢本来哎呀不说那豪华装修啊 或者说园林的有 在当时说这里有棵树啊啊 这个现在现在只只剩下草坪啊 草坪也没有维护啊 是吧 这个最最便宜的那种那种草坪啊 不说这种细节了啊 本来是个欧式的灯啊 现在现在剩一个鬼电灯的话啊 简约风啊 剩下简约风本来本来是个啊 巴黎啊 这个罗浮宫啊 这个这个啊 这个本来是什么路易十六 路易十五十四啊 风格的啊 这个这个随时到现在搞了个简约风 这个不说这些呢 有些都是偷工减尿啊 是他给的 没来没啊 万科说我们没来没啊 都是偷工减尿 那个房子住个住个十几年 那么都成微房了 都没办法住了 啊 所以这个这里面倒到很多 不是说交付了 就先交付了 都是微房啊 这个这个新房成交下降多少 下降百分之三十八啊 就就这个贝壳的业务 贝壳基本上反映市场总体的情况 因为这个他也是巨头嘛 经他手卖的房子基本上就是最多的了啊 百分之三十八啊 贝壳 2022年啊 这个经营利润亏损啊 亏损八点三三亿元吧 亏八个多亿啊 都都还想赚钱赚赚个毛啊 都是亏损啊 经营利润亏损十四个亿啊 你看最最大的地产总结亏十四个亿 今年就就这么惨 就就这么懒啊 啊 说说是个门店数据啊 说出来不得了 截至2022年12月31号啊 贝壳的门店多少 40,516家啊 4万多家什么概念 就是比2021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 2021年当时是多少 五万一千年三十八 也就是少了差不多一万家 一万家门店哪关哪 开玩笑 每家门店没有个十个八个人嘛 啊 而且他拉动的就业有 有些是来搞搞卫生的 是不是啊 这个他他有很多拉动的需求啊 什么叫这职业经理人采购指数啊 这个这个开开个门店啊 有没有门窗啊 有没有锁啊 是不是 有很多需要有这个开个店里面 有没有这最起码 你说地产总结已经是最简单的了 搞个桌椅啊 啊 所以这些都是需求 那现在关一万家店开玩笑 里面啊 它直接减少的就业就多少 你看啊 截至二零二年末 贝壳的经济 地产经济啊 人数量很庞大啊 三十九万 三十九万 你看非常庞大的一个企业 呃 四千零二十米 什么概念 比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减少了百分十三 当时是四十五万 四十五万四千五百零四啊 五百零四那那下来就少了六万多 少了六万年四百八十四 所以每平均每个店大概六个人 大概六个人啊 这还是直接就业 而且这还是贝壳一家呀 全中国地产的还有链家呢 啊 还有什么中原地产呢 啊 还有还有这个说不说不完啊 贝壳呢 市场占有率都没有那么高啊 地产经济是一个相当分散的一个行业 虽然贝壳是最基本上是最大 但是全算起来 还有什么乐有家呀 我爱我家呀 很多 很多啊 所以算起来这个起码你说给他打个十倍 那打不住 打不住啊 再加上上下游的拉动啊 你说这个六十万 差不多一百万 所以就地产里面还没算一手房 还没算一个这个什么 这么对上下游的拉动啊 这个搞建设的搞搬砖的 搞啊 你比如你开个店的最起码做个招牌嘛 做招牌 我以前就有个朋友是做招牌的啊 一个你开个店不用做招牌 所以啊 地产在2022年起码有一百万 超过一百万人丢了饭碗 这是可以证实的 你看贝壳一家都少了六万多人 他公布出来的啊 都是都是有有有预核核核核核核核实的啊 都是有审计的 是不是啊 而且这这不属于什么中国统计局属于民营企业啊 他出来的数据那都都是比较真实啊 相相对而来来讲比较真实 再算上他的市场占有略 你比如百分之十 那就占十分之一嘛 是不是啊 而且应该是有没有百分之十 不好说啊 这个还要还算上的有很多是游击队的 地产经济有很多游击队啊 有一些是没有专业拿地产经济资格啊 但是在外面跑的那就更多了啊 地产不是这这六万个是挣个八斤有有执照的 登记了的啊 还有很多他是在外面跑 但是他没有资格 大量的有啊 啊这个你不要说在在在西方国家都有啊 那些华人地产中间很多很多也没制造啊 在外面拿业务啊 这些 所以是最起码人家少了一百万啊 所以这个你对比什么 哇有很多西方国家这几年的地产好得不行啊 过去这几年那个什么美国涨翻了 日本涨翻了啊 什么什么新加坡我涨翻了 所以这个中国全世界最差全世界最差 这是没错的 最近还是在一个劲的刺激嘛 刺激5月1号又又出来新新规定啊 上海实施多个子女的话呢 能够多贷款啊多贷款啊 所以还是在刺激嘛 反正在刺激就没有什么诚意啊 感觉这感觉这些 而且因为中国将会进入一个低利率 利率持续走低啊 所以就就就不急不急啊 这个这个利率它会一直走低啊 所以这这 中国买房啊完全不是时候啊 这个而且这个现在利率还是非常高 中国的利率比比什么台湾比什么香港 比什么日本啊这个外面的高太多了啊 太高了啊 这是中国房地产你看就这么惨淡啊 这个是什么失业内卷啊 这个这这只是地产 除了地产以外还有其他行业呢 我们呢还没说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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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啊 这个是著名的 你看啊我们挑了一个行业这个做临时的啊 这个三支松鼠啊啊 去年关掉一半的门店了 一半的门店都关掉了啊 2019年啊诞生于安徽啊 主打临时坚果啊 坚果临时的三支松鼠啊 这个这个成功登陆资本市场成为中国网红 临时第一股啊 网红临时啊 做做坚果的啊 在这个做中国可以讲 这这应运而生 在中国这个 呃叫做中产阶级消费啊 之前我们说过瑜伽啊 做瑜伽的还有吃坚果临时的 都属于中国人稍微提升了 比以前这些都是提升了 但最近几年这类型非必要的消费啊 什么做瑜伽啊 现在还做个毛的瑜伽 是不是啊 哎呀这个现在现在什么喝个毛的咖啡啊 还喝咖啡 还装壁 是吧 哎 还还还查查查查 是吧 嗯 什么查 什么查 是吧 哎 这些都是都在搜索 这些什么不装壁了啊 现在都躺平了嘛 你看网红临时第一股啊 2019年上市啊 好在他上市了 如果他2019年不上市 他可能上不了了 上市四年以来 一上市就是高点 网红松鼠 啊业绩是一点比一点差啊 4月25号 这三次松鼠是发布了2022年度的业绩啊 实现收入是72.93亿元啊 同比下降25% 你看也是没了四分之一啊 也是蛮巧的啊 一下子也是少了四分之一啊 净利润啊 啊同比下降百分之六十八 也就是什么下降百分之七十了 而且能够消费 我我之前说能够消费瑜伽的 有你想去做瑜伽的都都是中国中流砥柱了 都是最好的人群 不要说什么这些什么穷穷穷穷不行 一般的农民工还真不会吃什么坚果 吃坚果的做瑜伽的 那还是有点条件的 有点条件的现在急剧收缩他们的这类型的消费 所以中国不要再有不要再做这种 讲什么逼格啊 讲什么小清新的类型的消费 不要再搞什么文艺犯呢 这些不要搞 中国未来这类型的需求会急剧衰减 真的啊 这类型的过去几五年前开始很喜欢搞搞什么 这种网红店呢 现在都大幅衰减 全部在跳水千万不要这个时候再去什么喝 或者再开个咖啡千万不要搞 这类型的非必要的这种发展性消费啊 这政治学语言发展性消费 装逼性的文艺犯消费这些没有的搞 中国没有的搞 最有条件的他出国了 甚至现在还有条件去香港澳门的这一拨人 甚至还有条件来日本的啊 在中国大陆里面还有条件办 你想现在还能办出来旅游签证 呃都都不是差的 都是特别好的啊 那特别好的他可能到外面去消费啊 啊大把大把钱的那那在在国内 咱就越来越少了啊 他也瞧不上啊 你比如什么人家那个啊 什么华为啊 里面那些高管是吧 人家外面到处都有啊 到处都有啊 啊什么在香港还有啊 什么这个米其林的餐厅啊 什么澳门还有啊 澳门还有这么多赌场啊 赌场里面的高端消费 人家也瞧不上啊 所以就什么三只松鼠啊 这些处于 不高不成低不就 你说什么什么这个真正什么这种红 红二代他们也不消费这些 什么三只松鼠这些恰恰就是做中国以前那种小康家庭 小康家庭是最惨的这两年 啊你看这个三只松鼠啊 开始对线下门店进行收缩 一连关掉五百四十九家门店 占去年所有门店百分之五十一 你看他关了一半的门店 一半以上 减云一千八百八十年 这这数量就肯定没那么多啊 啊 占员工总数百分之四十减七五 你看这是网红临时第一股 一下子把一半的员工和百分之四十门店砍掉 人家上市公司人家傻吗 不傻 后面有大机会吗 没有 大机会人家怎么还把这些门店全裁掉 都都都在做防守 老板们都很保守啊 啊啊三只松鼠 你看这个这个裁掉百一半啊 2019年的时候三只松鼠提出 2022年开一万家店 现在剩下几百家店 所以这个这个预期当时对中国的预期跟实际情况落差相当大 2019年的时候三只松鼠说要开万店万店计划 你开玩笑 现在全革了呗 啊 这就是中国中国现在就这个德线啊 啊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 这次五一节啊 这次五一节非常糟糕 不要看桌拍 我说桌拍没卵用 看什么 看消费 消费看什么 哎 我们最能够捕捉到的还是什么 还有电影 啊 什么时候看来这个电影的数据也要成为国家机密了啊 电影数据相当差 啊 今年五一节啊 居民消费啊 主拍几个镜头没有什么用 19部新上映的电影的19部啊 啊 称为史上最拥挤的五一节 19部新上的片 但是啊 收的票房很差 第一天啊 五一节第一天啊 预售票房只只是一个亿 只是一个亿 这是什么概念 19年的时候是中国最好的电影最好的时候 当时五一节刚好上了一部电影什么 复仇者联盟4 是19还是18啊 看看有没有记错啊 应该是19 复仇者联盟4 一上映 当时就是19年也是中国历史的巅峰 现在现在都超不过了 当时复仇 那是没法比啊 那是什么票房号召 你跟国产难骗 那是没得比 复仇者联盟4啊 当时就一个电影五一节第一天 就六个亿的票房 现在19部电影加起来 都比不上人家一天 就这个情况 啊 而且这个完全比比不上啊 是上面春节啊 啊 啊 截至今天啊 截至今天 你看这个五一党啊 就几个月啊 几个月啊 啊 但是数据距离今年的春节党 也是相距甚远 也就是这个放风经济 基本上结束了 啊 今年春节的时候 还有几十个月吗 当时还有还搞个什么 什么也是爱国主义 什么什么玩意儿 啊啊 那什么流浪地球 啊啊 流浪地球 哎呀 想起来了 哎呀好不容易把那名字记住了 啊 啊 那个党期总票房到到现在 啊 五一届假期已经过半了 都没有十个一 甚至不到春节党的七分之一 就这么差 就这么差 当时什么满 这个春节党也是缩票 什么满江洪都是公然缩票 我说了就是他缩票 这个共产党的都没办法 你要让他说 不不说啊对不对 说了反正也也能这个 国家也面子也好看点 今年五一节海都为什么这么烂啊 那就是烂片多 全是烂片 烂得不行 全是国产烂片 叫不出名字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这一大堆什么什么玩意啊 反正我不帮他 我打广告 全是国产烂片 一个进口片没有 中国过去啊 这几这几个月拿得出手的 基本上你说什么呃 灵牙之旅是日本的啊 什么灌篮高手 你看日本的 有点民间效应的 就这些的国产烂片 没人看 什么玩意啊 而且这个票房很很高啊 在中国也很高 其实有有没有需求 有一点需求 但是这个需求完全人家不喜欢 现在强迫老百姓看烂片 你说就就这个得性了 所以只能更差 只能更差 所以实体经济差的不行 政策也要乱七八糟 可以明确告诉大家 现在这个烂的 那只是刚刚开始 只是刚刚开始 六七月份 我们又绕回来了啊 所以你看二零二年这么糟糕 二三年有没有好起来 没有啊 今年这个六七月份 那个都没毕业 还能说我没毕业 还有两个月啊 两个月之后就急了 这个六七月份啊 一大队员毕业啊 历史最多啊 这个毕业大军一涌进来 最残酷最内卷的时刻啊 就要到来了 所以先说到这里啊 大家小伙伙伴们自己看着办啊 谢谢 谢谢 谢谢